學長 我來囉 對啊 先唱一下 如果 失敗的話 我就不姓劉了 你就改掉 就叫我姓道 哇 喔 好輕喔 也太輕了吧 耶 很輕 所以 所以可以姓劉 可以姓劉 我還可以跳舞耶 我的天啊 啊 對不起 等一下 我先問 月軒 你幾公斤 就是6 8 6 9 好像厚了 好輕喔 妳很輕耶 可是他們會想要收到6 7 5 對 范婷 來來 可愛 裝可愛 開動 好 我們歡迎我們小光劇組 你們在見面之前 也就是說 也許你們已經知道彼此的存在 但還沒有正式見面嘛 月軒有看過道玄的寫真集嗎 寫真集 我是沒有看過全劍的那種版本 他也沒有全劍好嗎 就是我沒有看過實體 實體的 馬上下次送你 對 現在已經現場也看了幾乎全劍的版本了 對… 我看的都比你們還要多 道玄的粉絲們 我跟小小道玄的近距的接觸 是近到底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跟道玄其實相處的時間沒有特別的長 但是我有去就是翻閱他的 就是所有的那個 不管是IG或是臉書的資料 所以全部都是自拍 然後還很糊的那個時候 就是去看他的那個 就是應該說演員 他成為演員的一個歷程 跟他的作品 跟他的蛻變 就是我知道有一個 比我還前輩的人 他不能算是很老的演員 但是至少他比我前輩 他歷練過的跟他經歷過的 他演出過的作品都比我多 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 把自己的表演交給他 我有一直跟他說 就是如果你要我幫忙對戲 或是任何想要 我都可以配合你 然後 但我在現場 我不會有太多的接觸 就是因為我希望 因為我們時間很短嘛 我希望我在距離距外 能給他那種安全感跟厚度 相信他比較能感受到 我們兩個之間 不知道他很可愛 有時候現場會鬧 然後我都不會理他 然後 很難搞的男人 對… 我就呈現 因為我覺得碩哥就是一個不會溝通的 他就跟他的演共處啊 他就是在抽演對不對 他根本就是本身的演出啊 對啊 我也覺得他是本身的本演出啊 那個碩哥臉拍舞蹈的系列 可以講 其實在那邊前兩次上來的時候 導演 我覺得剛剛那個啊 我就是… 其實我就覺得也滿… 導演應該被我犯死了 就是我這一兩天沒有聽到他說 欸 導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我都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面的時候那個單純 你不要再…你不要再抽了 你這樣抽起來看起來很… 很神秘 沒有在聽小瓜說的 然後他就突然拿一口煙然後吐出去 我說…嗯… 整個情緒被打扮了 我很認真在用那個情緒跟碩哥說話 就看到一口煙噴在我臉上 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昨天更好笑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在抽菸完之後 然後我的鼻水就流下來 我又很怕他看到會笑場 所以我就一直忍著 而且那時候大家都以為碩哥演到 就是痛哭流涕 然後大家就說好感動一場戲 他說沒有流鼻水 對 我很怕流鼻水 然後干擾到他 因為真的拍的時候 就是在事前 不管是事前準備還是真的在拍的時候 就是導演 他的想法都很一致 就是 他真的沒有要看 他只在乎畫面好不好看 對 畫面美不美 觀眾就是 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喜愛 他自己是 那敢問問一下 我們兩個有打到導演的那個嗎 那個啊 那一場是因為太過激烈我還沒看 我怕我的小心臟受不了 就是要你的小心臟受不了觀眾才能受不了 沒錯沒錯 而且那個床戲其實就是拍了應該有十幾次吧 超過 對 然後一次至少都有十分鐘 所以我們其實親到最後 真的像月軒說的就是快自食了 就是親到是結束的時候我還真的是累的 而且我發現月軒那場床戲下來實際上都是你的手痕 就是我在那個小光裡面就是誰都要對我食包 今天還是很輕微的 不是啊 不是 因為導說要呈現一個就是不會談戀愛 所以就要粗魯一點 對 然後跟比較笨拙一點的 對 然後去放大他的那個狀態嘛 所以我想說那就應該是大概 不羞蝙蝠的去做那一場哀這樣 所以就是讓他看起來好像笨笨粗糙感這樣 立與美啦 就是我覺得那個傷痕都是那個說哥對你的愛 對 對 印象最深刻是可以聊好玩的嗎 可以啊 好 那我跟 那可以講 不吃就笑出來是怎樣 因為我剛剛跟他講然後他就馬上翻我反應就是 有一場戲很妙是他離開之後 然後我在找他嘛 然後有一場就是導演應該記得就是我問那個阿姨說 對 阿姨你們到底有沒有看到小光這樣 然後沒有找到的時候我回過頭很慌張看 然後 他就在我前面吃那個蔥抓餅 我沒有吃蔥抓餅 等一下你為什麼可以吃蔥抓餅 沒有吃蔥抓餅不要亂講的啊 反正你在喝還吃我忘了你在做什麼的 然後但我要演出來是看不到他在哪很慌 但是其實我已經看到他在哪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就是拍戲的迷人之處 對 那我們來聊導演的評價好了 這個關係到我怎麼剪接你們啊 好 那我先好了 我先好了 好 對…我要先跟導演本人告白 導演會提醒我很多 比方說我這一拍為什麼要做這個 或我多做一拍看的 都會被我發現 對 我多做一拍不管是看西裝也被發現 我往後看也被發現 然後跟我所有的動機 我就覺得後來發現其實 電影的節奏很奇妙 就是… 而且導演也會給我看說 為什麼這裡要空拍 對 我都會請你過來看夢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我在表演上 有這麼多的障礙跟想法 我就真的很謝謝導演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學習那個節奏感 因為電影的節奏真的很妙 你只要多一個眼神 少一個眼神 你多一點點動作 其實在鏡頭上是很明顯 對…然後謝謝導演 而且… 所有都給你了 所以… 怎麼樣 是要娶你嗎還是… 不用 我結婚了好嗎 他跟我大 對 就是… 我剛剛在那邊削耶 其實不管是導演還是… 抱怡姐 等一下 我們這是導演Session 等一下我們可以讓你更做 寶PD的Session 好 反正他…如果你講他我就不算超時 沒有 因為我真的覺得 真的…真的覺得 你不要吵啦 對不起 他這個笑點很低的 好煩 你要不要先出去 而且我還記得昨天 他遮住你的鏡頭 然後我今天早上出門的先生 他還想說 你看我還要自己找飯吃 然後你家自己把鏡頭這樣… 自己身體往前挪 你有沒有喝哈球 而且我真的覺得你弄的那顆很棒耶 我很喜歡那一顆 你說我早飯吃那顆吧 對 那顆我滿喜歡的 不好意思 倒了 我要澄清 不要倒了 你不用澄清 你那些種味不一樣 這一支小光的短片 其實跟導演不是第一次合作 跟導演之前是合作他的YouTube頻道 所以幫導演宣傳一下 他YouTube頻道是鋪導拔系列的影片 然後我們其實有合作拍過三支 都是很輕鬆愉快的那種氛圍在拍攝 但是在小光的時候 你會發覺導演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人 所以我看得到你的導演 你就覺得我太討厭了 很多對我來說 第一次挑戰 比如說像是哭戲 一個 就是情緒需要很重的一些戲的時候 然後我都以為我在拍戲的時候達到了 我在現場應該就做得到 只是需要導演的微微調整 所以在這六天的拍攝當中 其實有很多時間是 還是花在導演在調整我的表演 所以當導演在調整的時候 我就會 心裡就會覺得說 我怎麼又自我不好 自我苛者 我就很 我以為我了解小光 我以為小光會這麼做 但是其實真正 因為導演是自編自導 所以真正最了解小光的是導演 我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的小光跟導演的小光又不一樣 就會覺得 會一直處於很低潮的情緒裡面 但你跟小光的個性蠻符合的 對 後來在拍攝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 導演也有這樣跟我說 拍完之後就會覺得 我在拍之前其實焦慮了很久 但是在拍完之後我就覺得 蛤 好空虛 就是很空虛 因為我那時候也想說 有有有 昨天鹹菜有跟我說 你們兩個訪問的時候都說 結束了耶 好空虛 很空虛 寶怡姐她是 她是劇組每一個細節 就是 不包含劇本裡面的東西 她要去掌控現場很多的東西 就已經很辛苦很累了 然後她還要去 分一個她的神 分神去注意我的身體狀況 然後注意我的 可能我需要情緒很重的時候 我需要溫暖的時候 她都會 就我不用說 她就會第一時間出現在我旁邊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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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其實我有很多 很多想要跟小光說的話 但是因為 很怕會有劇透的問題 所以 其實沒有辦法跟小光說太多 但是就是會覺得說 我只經歷了 我只經歷了小光的六天而已 但是 她是每天都以日常的生活型態去 過這樣的日子 而且 我也相信世界上一定會有 跟小光一模一樣的 身世背景 或者是她生活型態的方式 一定有這樣子的人 就很想要跟她聊天 跟她聊一聊 就是 我真的 就很希望她真的 可以得到愛 很想笑 Action 大家好 我是月璇 我在小光裡面 飾演的是小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道學 我在小光裡面 飾演的是碩哥 我們跟專師導演合作的最新作品 小光即將在嘎嘎烏拉拉上線囉 這是鑽石導演最新的BL劇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喔 你為什麼要救我啊 你傷成這樣 誰看到都會救你的 你別走 就算是假的也好 你可不可以說你 喜歡我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